刚才因为已经是翻过第一轮了 这个翻小会很快 直接进入到第二轮当中 78395号的北京的观众说 我长得像他们学校的一个老师 刚才还有人说你拿掉眼镜以后 比原来略帅 这个我现在在学校里面走的人 一般还是喊我同学 等到我哪天回母校 发现有人问我 老师科技楼怎么走 这我就崩了 科技楼 科技楼就在行政楼的后面 你是 哪个学校 哪个学校 好吧 从大门走进去 一般都是先碰行政楼 再碰科技楼 我们学校不是这么分 除非你们学校没有科技楼 我们学校好像真没有科技楼 应该有 至少我们就去过 二选选的是德鲁伊 不用想这么久 基本二选是蓝猫和水人 云南大理 维号是5659的观众说 游戏风云的图像是不是有问题 我们家的46寸的电视 看不到最上面和最下面是怎么一回事 先有请专业的BBC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就是从监视器我们的这个后台工作人员可以看到这个屏幕的大小尺寸调整是否合适 它们那边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应该播出就没有问题 然后我在家里的时候看到应该也是没有问题 46寸的电视 不知道是不是在调整的细节方面和我用的比较 比较有问题 如果它是46寸宽屏的4比3没有压缩的话 可能会有这个上下的这个调带出去 当然你看别的台是不是正常 如果都正常的话 我们可能需要检测一下 就如果它加其他台都正常 唯独我们频道不正常的话 那可能就是我们的问题 您可以补充化一条短信 对吧 嗯 发一条逻辑跟他全的短信 来自上海尾号是1890的观众问 这个 重血膜大的水人拨的时候不受伤 但是拨到终点H柱会按 会按照距离掉血吗 还是等同于 就是很多不林克林医生重了血膜大以后 能不能用这些技能来逃生 可以 就是你不林克的距离不去 水人是可以的 水人是可以的 然后蓝猫是可以的 迪法的这个布林克好像就现在是会掉血 哪个人不一样 现在改了 嗯 嗯 我们先看这边第二轮板 第二轮板的话 就位板了Lion和ES 现在板了玉母蜘蛛和蝙蝠 因为这个鹰把打多了 有的时候这个逻辑会有点错误 这个鹰把上的血膜是你TQ回家都会算距离的 所以我现在脑子有点糊 这样糊 还是因为你不打的呀 不是 因为我都打 所以玩得太杂了 不专一了呀 打CW不选血膜 最近玩血膜也玩得不多 CW为什么不选血膜 刚才不选血膜 因为我们频道的这个非直播用网络 非常不给力啊 所以我们平常中午午休的时间 就只能打CW不选血膜 然后各种不靠谱的英雄 Lion要登场 嗯 就是经常看到这边有一个小男嘉 还有一个巨膜 什么自己的二后卫是非常强大的血膜 然后再来夜膜什么 有 五短手 五短手五后戚 然后还把对面拿了一个 那个CW这种打得蛮天飞 关键看人不看英雄 有一个传说 你要是和咒歌一方 并且能够取得胜利的话 在游戏风云频道 你上辈子就是 这一的 脸朝下的 天使 好 这边二的选 第四个位置 拿了这个发条 这个阵容好像现在很常用嘛 就是突入战场的阵容 打这种阵容最好用的英雄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打这个阵容最好用的英雄 嗯 就是对面什么啪啪全部都往里面冲了 这个阵容 那不是潮汐啊 对啊 躺空啊 嗯 一个潮汐加个力齿 三个人飞进来 我先是潮汐一个大 然后是力齿一个大 你没觉得他就是在选 一级肉扇的阵容 还真有点像 还真是来打一级肉扇 还能插个棒子 是吧 那似是真的是一级肉扇 我看出门 看出门 意图有点明显 动力有点慢 不像 树都知道了 就是你们 精卫看出来没 精卫看出来没 BBC先看出来了 这个曼 也都在往下走 看这个曼吞吞的样子 速度有点慢 你看这发生 这导弹 看这导弹 哦 他们是轨迹之物进去的 导弹照也照不到 只能打到伤害 对吧 等这个导弹没了 没了 等一下 这导弹还有视野在 来了 来了 好像是发现了 貌似是看出来了 但是第五个人太慢 哦 也来得及 好像没看到 没看到 貌似没看到 没看到也会上去看看呢 还是 还是知道了在等 还是知道了在等呢 还是没 在等 在等 这个有点明显 好了 这个一级肉扇是在 哎呀 要要灭团了 先打死建设 来把往后退 然后发里奥也要死 力气也走不掉了 三血了 然后要不要再杀一只熊 这个一级的熊是没有 Blink的 这熊一百块一百块 他才开个异呗 没意 他学着导弹 哦 对 你收掉了 这 果然加了三个人 看出来的阵容 不上不起啊 他已经有三个人 名正是肉扇阵容了 是吧 德鲁伊加 历史加巴里奥 加健身 巴里奥也能算 那些四个 健身一般 打这个 打肉扇的话 一级是学被动的 学暴击的 不是学棒子吧 不是学棒子 学棒子没什么用 没什么意义 一级棒子回学太少了 是吧 这好像是一级 Push中路的阵容 真的是这样 这个同学们 打肉扇是顺带的 是吧 吃吃理智啊 是要打一场五分钟 急击的比赛吗 吃吃理智啊同学们 蓝猫感觉压力很大 蓝猫表示压力非常的大 然后这个冰击表示 我有双倍 要过来蹭蹭 这位兄弟在点上 冷静一点 这位兄弟们来了 这德鲁1现在为止还没小熊 小熊还没有 德鲁1血很少了已经 又一个B 哎呦 武鸟又没血了 又带走了武鸟 哎呦 这怎么办呢 人家整级都快达到三级了 刚才这个健身我看了他一直学了F的 嗯 哎呦 又有人逆过来啊 是一个力气 就是一直学的冰甲 完全就是一个普攻 一远程冰的感觉 好吧那两路就无压力了 10-0 看这边 我感觉这个天台队的前景 我好像是看着时光在打 7-2 什么意思 我们刚刚说一下什么 这场打肉扇 但是打肉扇 哎呦 人家自己想打肉扇 好吧 好吧 原来是被看出来了 关键是他们又 刚好有一发条 怎么办呢 现在 不是把人家有眼的 假装把肉扇然后反杀吗 这个想法不错 但是没技能啊 一个是召唤物 一个学的冰甲 两个召唤物 哎呦 我又一发导弹看见了 这是打还是不打 唯一能用的技能是这个 剑身的转和NC的地 嗯 又要跟杀一窝了 这 真的又要跟杀一窝了 哎呦 蓝猫 哎呦 蓝猫能杀 可以杀一蓝猫 可以杀一蓝猫 好的 但是水人过来收割了 收了给这路一 这些人就嫌自己的蓝真心不够用啊 这有蓝的话就是C下是一个 C下是一个 现在直接打出了技技 三分钟的导塔比赛 你敢信吗 天龙2比0获胜了 史上最快的技能 我现在在讲我们的杂树 有没有录到这个精彩回放 两次冬天应该还是有录 达出现在是越来越专业了 他居然在一个三分钟的 导塔比赛里面 录出了三分钟的人 不不 你那个三分钟是比赛 刷冰以后的 他是这个三分钟的精彩回放 不是你是刷冰以后三分钟吗 对我们是刷冰以后的三分钟 他说不定这个精彩回放 比我们刷 比我们这个导塔的事情还要上 那那那不可能 你算错了 好吧 总之 游戏时间一公是十分四十二秒 然后这个刷冰以后的时间 是三分钟多一点 是今天赛的历史上 刷冰的这个比赛当中 最快的一场了 当然这场你也不能去责怪测试 因为他们在第一局比赛当中 已经感觉到了明显 实力是比赛这个天龙 正常打是觉得没希望了 所以第二场是要尝试一下 但是这个法里奥把他们暴露 我选这个法里奥的话 还有一丝希望隐藏下去 而且下次以后打流伤的话 最好是把对面的这个CG给担了 就是发条是吧 这个导弹太容易看到了 就是你冒不起这个风险 它哪怕不知道你要打什么 它往下路丢颗导弹 说不定经过柔扇就看到了 没错 而且一般第二个导弹 是往这个下路打 总之这样就是在 一级柔扇不成的尝试之下 然后五人做一个放弃状 抱团中路推 又不成被反杀的情况下 又选择了在对方 已经升到两级或三级的情况下 又去打了一个柔扇 然后又不成 又被几乎团灭